中央選區補選 現在兩方人馬 你來我網站進了百面 那麼林靜雯面對記者的提問說 剛剛大家看到了 治安物價等等的疫苗問題 居然來嗆聲說 是在問問題還是在發表意見 更多的內容時間交給佩雪 來 國人單場 我們今天請到我們顧名委員 聊什麼議題呢 最近有兩大議題很重要 關於是一二一八年底公投 還有在週二選區 在明年年初也要進行補選了 好 在這個候選人的部分 昨天林靜雯 林靜雯醫師在面對媒體的提問 好 我們中間的記者提問 關於最近大家都關心的 譬如說萊豬議題 疫苗問題等等的 就在正常提問的狀況下 林靜雯醫生先看了一下麥克風 隨即就變臉了 說你是來這邊問問題的 還是來發表意見的 而且是跳針式的不斷的質問 記者最後沒有來回應 這部分讓我們大家覺得很好奇 就是您今天來這邊選舉 怎麼會變成好像您過去 不管以前是前部分區立委吧 但也不具備審查新聞內容 這樣子的一個工作吧委員 對 我覺得這個問題正好凸顯了一個 在民黨執政團隊之下 今天一個台灣的現狀 其實今天台灣的現狀真的會變成一個 我覺得它可以列入金氏這個紀錄 為什麼它根本就是一個唬爛治國 然後你看到從上到下 我們講說為什麼大家會群起效法的一個原因 從一開始的時候我們講蘇貞昌 他自己本身因為他是行政院長 當他對於這個國會不尊重或者是對於在野黨不尊重 對於最重要的是對於老百姓所關心的議題 不尊重的一個情況之下呢 他的官員 那當然還有其他的就是他的這個民黨的這些的委員們 他就會群起效法 那我剛剛聽到就是說我們問到的 記者問到的問題是什麼 其實是民眾最關心的一個題 民眾想要知道這個疫苗的情形是怎麼樣子 民眾想要知道說萊豬近來對於台灣的傷害是怎麼樣 這些的問題呢是不是一個挑釁的問題 其實不是 這些問題我們在最近的在市場宣講的時候 其實民眾都非常非常的關心 想要知道說既然對台灣人民的傷害這麼大 為什麼執政團隊還是繼續要這樣做 所以當問這樣的問題的時候 被反而被這個被杯葛 然後被諷刺這樣的情形 我覺得非常不應該 但是他的原因起因於什麼 起因於上行下效 也就是說大家覺得說 行政院長都是這樣子 所以呢我如果跟他是同樣的表現的方法 我就能夠得到他的一個青睞 所以這個情形呢 就是把已經今天的一個民主獨裁的一個情況呢 已經完全不把我們老百姓所要希望 讓行政單位能夠幫我們解決的問題 完全不放在眼裡 而且甚至到連回應 以你剛剛描述的情形 他連回應他都不回應 這個是非常非常嚴重 非常糟糕的 那大家也可以看到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們老百姓最卑微的一個要求 如果行政單位完全自知不理的一個情況之下 我們將來老百姓要何去何從 委員因為他畢竟是立委補選 他不會跟平常的立委選舉地方選舉 或者是總統選舉一樣 可能會包在一起同打 那也因此呢 在這樣的一個補選上面 委員會告訴我們到底身為一個要去選的委員 他到底應該要展現什麼讓選民知道才有可能勝出 而不是像這樣一昧的大催狗 對 我要先提到 我覺得兩件事情我們要講了 1218的公投非常重要 因為我相信大家都已經看到 在今天代議政治已經完全失靈了 整個立法院是被民黨多數的把持 這些的立法委員已經沒有辦法 真的把民眾的心聲反映出來 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我們講說 好 你既然是補選 補選就是說在這個區域裡面 當初為什麼Thank you girl 他會被罷免掉 我覺得有一個很大的一個主因 是因為民眾的一個要求 有沒有把民眾的要求 直接反映在國會殿堂上面 然後為老百姓爭取權益 最重要的原因 我知道他被罷免原因 其實是因為沒有 那你今天既然是要補選 你補選民眾所期待的 就是一個關心地方 民眾需求的一個委員的產生 所以你對於民眾的問題 如果你不能夠去回應他的話 那造成的一個結果就是說 你選出來的這個人 是不是你當地選區要的人 我覺得他就是一個大問號 我們必須還要再問委員一件事情 因為我有透過臉書 您的一些直播看到 其實您在這個在地的市場宣講的時候 場子滿熱的 這也代表了民心思辨了 不過我們的政府 用國家機器碾壓之下 到底還能夠有多少人敢出來投票 包含是民進黨現在加碼再加碼 辦了很多的公投說明會 他在昨天萬華的這場說明會 不單只是說明會 還變成挺長左大會 因為說是五個不同意 因為面對罷免臨場左翼 要記得投下不同意票 我覺得這個也是非常糟糕 就像我今天國事論壇講的一個重點 就是說腐爛治國 那常常在野在潮的時候 換了位置 那腦袋就同時換了 這個是非常嚴重 但是我還是要鼓勵我們的全民 就是絕對不能夠放棄任何一個希望 我要跟大家報告的是 我們這個會期是預算的會期 大家可以看到 如果你看國會頻道 你會看到我們在審預算的時候 行政官員在編預算的時候 他連他編的基礎他都搞不清楚 常常在我們詢問的時候 他完全文不對題講不出來 我們老百姓還要繼續 讓廢我們的名子名高 在這些的三保內閣 三保官員上面 繼續讓這些的行政團隊 用我們的權來洗老百姓的腦 然後來做對老百姓不利的事情嗎 所以特別拜託大家 1218出來公投 用直接民意反映你真正的想法 非常感謝委員保衛時間 謝謝委員 謝謝 謝謝 您剛剛聽到我們的委員 已經深深患了 給大家這個概念 就是民心已經思辨了 如果您真的要展現 您對這些議題的不同意的話 請出來投下那些同意票吧 但是無論如何 我們要維持一個中立的態度 您先了解公投的主文 公投的內容再去投下 不管您是要投同意或是不同意票 但更重要的是我們必須拉回來講 就是在媒體的內容審查 到底這隻手要伸得多深 要伸得多久呢 從中天被關台之後 當時的理由荒腔走板 現在連一屆要去選台中的補選的 這個立委的參選人也可以對媒體的提問 進行內容審查 而我們重新攤開來 以用影音讓您聽聽 當時記者的提問內容完全沒有任何的針對性 就是針對民生議題來提問 這個也被我們的林靜怡醫師認為 到底是要來發表意見嗎 好 這些問題都讓我們在在看到 不管是執政的傲慢 或是身為即將要參選立法委員的 這樣的候選人 也在在都讓我們看到 真的有從選民出發嗎 還是所有事情 都是只要分立場 分顏色 還是目前還是連分麥牌 都可以搞定所有議題呢 我們把時間鏡頭交換給棚內 最後一次 這個點字幕內容 這個こんな人 這是我 你就 你 開一 你 reinvent